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女皇帝 那这位武则天他是怎么当上皇帝的呢 且听皮皮细细道来 这武则天呀原本是一个木材商人的女儿 她在十四岁的时候被选入皇宫 成为了地位很低的才人 皇帝唐太宗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五妹 后来呢唐太宗去世 按照宫里的规矩 武则天被送到了一个叫做赶夜寺的地方 当起了尼姑 不过呀武则天可不愿意当什么尼姑 他非常聪明也很有野心 他相信呀只要有机会 自己肯定能干出一番大事业 哎呀机会很快就来了 那时候新登基的皇帝李治也就是唐高宗 他带着王皇后一起来到赶夜寺上香拜佛 无意中呢碰到了武则天 唐高宗以前就见过武则天 非常喜欢他 现在再次见面 唐高宗欢喜极了 便将他带回了皇宫里 这回啊 武则天再也不愿意当才人了 因为一个小小的才人 什么都干不了 于是他把目光转到了皇后的位置上 如果当上了皇后 那他就是地位最高的女性 也会拥有更大的权力 正好啊唐高宗非常宠爱武则天 他很快便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 和心狠手辣 打败了王皇后和其他妃子 以及那些反对他的大臣 稳稳地坐上了皇后的宝座 不过当上了皇后之后 武则天还是不满足呢 那时候唐高宗的身体不太好 老是生病 他便让武则天帮忙管理国家 没想到武则天对管理国家 十分感兴趣 甚至可以说非常有天赋 每件事啊 都帮唐高宗安排得妥妥当当的 还经常为他出谋刮策呢 就这样 武则天慢慢地掌握了实际的权力 连唐高宗想干什么事 都得先经过武则天的同意 唐高宗这才开始觉得 有点不对劲了 皇后怎么能比皇帝更出风头呢 他感到非常生气 正好这时 有一个叫做上官仪的大臣 他一直都不喜欢这个皇后 便向唐高宗建议 赶紧废掉皇后 不然啊 他什么事都想掺一脚 唐高宗本来就是一个 没什么主意的人 听了上官仪的话 便开始准备写诏书 废掉皇后 可谁知道 早就有人把这件事 偷偷告诉了武则天 他怒气冲冲地过来 责问唐高宗 唐高宗一见到他 顿时吓得不行 连大气都不敢出 只好把责任都推给了上官仪 可怜的上官仪 就这样当了背锅侠 被武则天除掉了 从此之后啊 唐高宗更加害怕武则天了 国家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得由皇后点了头才算数 于是渐渐地人们发现 每次唐高宗上朝 旁边的帘子背后 都有一个座位 是武则天的 皇帝和皇后 总是一起处理国家大事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二圣临朝了 后来唐高宗生病去世 武则天把他的儿子 李显推上了皇位 自己则成为了皇太后 不过呀 这个李显太把自己当一回事了 想不听武则天的指挥 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武则天一生气 便找借口把他废掉了 立了另外一个儿子 李旦为皇帝 唉 可实际上 这两个皇帝啊 都当得很窝囊 他们没有什么权利 几乎所有事 都是由皇太后武则天 来做主呢 本来就有很多人反对武则天 现在啊 有些人终于忍不住了 其中有一个叫做徐敬业的人 他便决定带兵谋反 想逼武则天把权利还给皇帝 可没想到 徐敬业的十万大军来势汹汹 却被武则天派出的士兵 三两下就打得灰头土脸 最后啊 他只能自己结束了自己的性命 镇压了叛乱之后呀 武则天对自己的能力越来越自信了 可不 在古代那时候啊 有多少女性能够像他这样威风呢 不过也因为这样 他越来越不满足了 甚至冒出了一个大胆的念头 他要当皇帝 但历史上可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女皇帝 怎么样才能让大家接受一个女皇帝呢 这可难不倒聪明决定的武则天 他决定要给所有人表演一出戏 让大家都相信 他武则天就是上天派来人间当皇帝的 那是什么戏呢 原来啊 在武则天的暗中安排下 他的侄子悄悄派人往一条叫做洛河的河里扔下了一块石头 有一天呢 有人就从河里捞出了这块石头 只见上面写着 圣母邻人永昌帝业 意思就是说 武则天是从天上来的圣母 他来当皇帝的话 国家会永远繁荣昌盛 哇 这真是不得了啊 大家知道后 纷纷跪下 大呼万岁 就这样 原来的皇帝李旦 也主动让出了皇位 武则天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成为了中国历史上 唯一一位正统的女皇帝 武则天虽然是女皇帝 但他管理国家并不比其他的皇帝差哦 他非常爱惜人才 只要是有才能的人 他都会给机会 让他们舒展拳脚 积极为国家大事 出谋划策 这样一来 国家变得强大 百姓也能安居乐业 不过呢 武则天也有很多 做得不好的地方 比如他为了监督大臣们 就鼓励大家向他打小报告 如果有人对他不满 被他揪出来的话 就会受到非常残酷的惩罚呢 总的来说呀 女皇帝武则天既有功劳也有过错 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也留下了许多精彩的故事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完咯 接下来呀 也有一位皇帝像武则天一样 立下了很多的功劳 但是也犯了不少错误 甚至啊 因此引起了一场大战乱 这位皇帝是谁呢 大战乱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下期再揭晓答案啦 拜拜